我发过好多照片 我发的也是拍的那个 视频吧 视频 大姐您那个服装真漂亮 您那个人也长得好看 谢谢 您那服装是自己买的吗 自个买的 也是您亲自挑的 我自个挑的 这有点新疆的味道 这有新疆的味道 真棒真棒 好 多不好意思 那没关系 我别让大家看见我多不好意思 我有点不好意思 您是哪里人 我是甘肃人 什么地儿啊 酒泉 好地方啊那地儿 挺好 出那个什么酒吧 酒也有 瓜也有 反正那边的水果比较香甜 也是跟那个土壤有关系 是 真棒 这个 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们不 你们不照的这都不好意思 别照了 清晰是清晰不好看 你们还得修饰吧 我就刚买的这个裙子 我主要今天来照照 我看我这裙子我穿上好看吧 真棒 我现在学新疆舞呢 学印度舞 学新疆舞 学印度舞 嗯 嗯 为了学气质嘛 就是 学的就是锻炼自己的气质 嗯 对 站姿坐姿 您这学了多长时间了 我一般我都在网上自学 网上自学 嗯 看您这有基础 嗯 自学版的以前练过 自个练过 您这来的这公园也是事实上啊 嗯 这属于是百花盛开啊 嗯 我不知道照的好不好看 我穿这衣服 挺漂亮的 我就不 我觉得不好 您这 不行再给您照 你看看我穿我这以前的裙子 旧裙子 嗯 这以前的裙子我该淘汰了我照的 我觉得就在那个喷泉那照的 嗯 我觉得挺自然的 是 不好看 哈哈 不好意思了 哈哈 不好意思了 我是志愿者 您是志愿者 嗯 您是做哪方面志愿者 嗯 我们是做爱心的 嗯 人家爱心的 也是贫困山区这一块 我们就 我们就做的多了 嗯 嗯 我们做了好多年了 是 现在疫情了 我们只能在网上做 哦 有网上这么做呀 志愿者 网上我们就带那个贵义呗 我们现在 我们网上都有我们的照片呢 哦 都有 网上我们志愿者都穿的很普通 不修饰的 哈哈 很简单的 也是帮助一些那个贫困山区的儿童嘛 啊 数学行我没去过 他们就亲自开车 就周边的 嗯 亲自去人家家给人家给钱 嗯 给学费 给 给粮食 嗯 给油 亲自去他家 过两年再去回房 哦 也是说是帮助一些贫困山区的这些 嗯 困难的家庭 就北京周周边 老多人可穷了 连 学都上不起 对 嗯 就会 嗯 志愿者老师们 嗯 就专门去那个人家家里面 看他 特别 苦 嗯 直接把一年的学费给给 还有 呃给点米啊 给点油啊 嗯 给点衣服呀 什么 帮助 对 过两年再去回房 哦 亲身经验去帮助别人 那大姐你也算是志愿者里头的老师了 嗯 嗯 我好像就是这个助学我没参加 别的我参加 因为那个助学 嗯 我上班你必须带培训 培训完你要参加的话 提前报名 就带 有时带两天三天 啊 你带去那来回坐车就带好几个小时 时间上来 对跟您对不上有点 对我们老多老师都去做 嗯 那您主要参加哪方面的 我们那时候就参加 捡垃圾呀 爱心 环保 凤州呀 反正活动挺多的 是啊 反正有时间我就参加 现在不是疫情了 我们就 老多活动干不了了 我们就在网上做的呢 那您参加的志愿者有收入吗 我们全都是免费的 哦 义务的 没有人任何掏一分钱 做什么事都是自个掏药包 没有掏药 那当时您怎么想起当志愿者呢 因为 我也是通过别人吧 通过认识好多老师 我们他们叫我去 我们这一块 都成了好朋友了 是 是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 我 嗯 我是做美容的 哦 你看得出来吗 嗯 看您这气质像 嗯 您是做美容哪块 也是说这个 给女人 嗯 是 有的不能说 哈哈哈哈 是 那您做美容收入挺高的吧 嗯 不行 现在现在不像以前了 现在疫情以后收入都不好 那现在能收入大概多少钱 嗯 他老样啊 嗯 反正现在生意说不上 啊 你就几千块钱吧 哎呦 那以前好的那得上万了吧 那不一定 嗯 说不上 拜拜啊 拜拜 拜拜